在北京每天工作三小时 月薪过万 这几年我都干了些什么 哈喽我是南木 一个普通的艺术商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北漂后薪资低荡起伏的几个瞬间和几个决定 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全台接待 没有工资但是管住 其实住的环境不是很好 就是那种暗无天日的地下室 但是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 有一个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 一段时间后 为了坚决不放弃自己的专业 先后在几个幼儿园担任兼职的阅历老师 钢琴陪练 还在几个琴行担任过古中杨琴老师 那这几个加起来的话 一个月大概有八百块钱 但为了可以在北京驻扎得久一点 期间我还在拼桥上卖过服饰 在酒吧兼职过弹奏 在各大酒店也担任过大唐琴师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终于积攒下了部分资源和人脉 在这个圈子也拥有了一席之地 其实我想说 圆归之所以能化成一个圆 是因为有一颗不变的心 如果没有在你心里的这条路找到出口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迂回一下 从其他的途径进行突围 不要一根筋死磕到底 最起码保证 在做上自己喜欢的工作之前 不要被自己的专业饿死 我最终的目的 其实就是可以凭着自己的专业 扎根在北京 那么最后我做到了 身材的热机 从尸三千月里的健康 我们真正切就别扭受别人 Air 个相争无所忌 能够 by bwd6